县长许淑华来到了惠德宫 董事长林昆毅率指示人员列队欢迎 林董事长表示 这次法会主要是希望祈求国运昌龙地方安宁 法会也特别准备了平安斗 让信仲能够拔度冤亲再主消灾之福 许县长表示 惠德宫长期热心社会公益协助地方发展各界勇目共睹 他要代表县府表示感谢 也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普渡 祈求献运昌龙果胎名安 毕丁郑今年一个基安来到集合的台会 可以说是顺利三天 今天可以来普渡 非常感谢我们林董事长 专业到我们社会上次的辛苦者的 这几天当中大家都用索实 当时也期待说我们法会可以办法顺势 让我们经过的操纵 以及我们的南岛官都可以平安顺势 我们的毕丁郑可以说 当时以来无论是我们关心地均 还是是我们的幸福亚 我们这里的众心 可以说是我们地方 大家非常经养的 我们的使命中心 我们也很感谢到 每年都基盤到很多 这些公益数行 对到我们政府来委託 我们一年一度像我们的季孔大典 也都来给我们办法非常好 所以就要说这次的发挥 让我们政策 我们这里的使命 大家也都合到这个平安的心 大家共同来去 现议员唐晓芬表示 这次惠德公举办 起安礼斗消灾法会 现场有很多信众排列普渡桌 希望这次三天的法会 能够圆满成功 今天是我们超顿顶 也是我们总的 我们最大的庄庄的庄庄 我们的慧德公 在这里办一个既安礼斗 消灾法会 三天的法会 来完整的完整 在现场我们也可以看到 很多我们的信众 也都来拜托很多的报道 希望我们这次三天的法会 可以完整的成功 我相信我们的文主公 跟我们的成风亚 在我们超顿顶 也算是我们地平民众 一个很大的宗教信仰 那也希望 透过我们这个年底 这个既安法会 保护给我们所有的民众 在未来新的一年 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 我们想去 另外县府警察局 也到现场进行 防诈骗宣导 说明现在最新的假网站 以及假投资等 诈骗资讯与手法 提醒民众 谨记防诈三步骤 一听二挂三查证 如有疑问 可以随时拨打 165防诈骗咨询专线 避免自身财产 遭受照片 记者黄银光 草屯镇采访报道